好了,下面的这个视频啊,介绍另外一种非常既简单营养价廉物美的一个蔬菜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叫做水芹菜,也叫西洋菜 在台湾的超市里面呢,都可以买得到 冬天的时候,一般特价的时候就九毛九 那么这个菜买完了之后呢,要需要分解一下 当然如果你时间紧的话呢,你不在乎,你也可以整根的拿去炒 但是如果你想吃的稍微精致一点的话呢 就有点时间的话,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学习 然后呢,听一点讲座,然后顺便就把这个菜也摘了 也是一个劳逸结合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说第一个呢,就可以不摘 对吧,不摘,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手摘 这个方法呢,比较浪费时间 还有一种方法呢,那再简单不过 你就把它放到案板上面,拿刀子啊,在中间啪切一刀 就行了,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快的方法 但是总体来讲呢,根据你自己的时间定吧 你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精致的做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水芹菜弄完了之后呢,我还是放在那个漏网里面 待会儿呢,实际上淘洗的过程就用这个 就用这个水啊,淘洗一下 跟我们那个绿豆芽的做法是一样的 好,那么我们淘洗的就是用这种方法 那么下面接个盆子一样 可以看到呢,这一下就把它给基本上搞干净 那么待会儿呢,就可以拿它进行炒制 好,那么我们这个火呢,一样 我们在炒这个西芹啊,也是60% 60%呢,那么用手呢,试探的看看这个温度 那么这个锅子呢,已经预热了 它温度差不多了 那么感觉到呢,热气已经上来了 可以了 那么这时候呢,就把这个西芹啊 而且看到就放进了 那么我这次西芹的分量呢,是比较大的 是超顺利的,大概呢 大概两把的数量 那么我用手呢,就把这个西芹啊 把它摊匀 然后用筷子呢 搅拌一下 那么同时呢,又把这个植物油啊 倒进了 好了,那么这时候油差不多了呢 我们就把可以啊,搅拌均匀的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盖子啊,可以带上 那么呢,可以看到同时呢,我那边呢 然后呢,现在再做面条 所以在厨房里面做事呢,有时候一次要同时做很多事情 那么这边呢,就观察我们的西芹 这个时候啊,把它开盖稍微搅拌一下 其实这个时候呢,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呢,盖子盖上 因为还有余火,我们把火呢就关上了 这时候就可以准备一个装菜的盘子 那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还要把它盖上 那么我们现在呢,还是在用这个余火 这边的话呢,是面条 把面条说话 好了,面条那边因为是煮了阳春面 所以那边的面条也好了 我们这时候看到这个锡 这个水芹菜就已经做好了 那么这个水芹菜是比较嫩的 我们不希望把它要保持它碧绿的颜色 而不希望它炒出来是发黄 好了,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大家记住在这个盛菜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是菜的量比较大 那么这个菜的量比较大呢 这个菜的余温呢 还会让它再放到盘子里面以后啊 还会再成熟一会儿 还会再接着熟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一般在盛菜的时候啊 切记要么就使用一个比较大的盘子 把这个分量稍微大一点的蔬菜呢 均匀的分摊 那么像是因为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稍微啊 大家看见了吗 盛完了之后 我稍微的把中间呢 要打开一下 也就是让它的热气呢 比较均匀的能散发 那么不至于呢 吃的时候呢 蔬菜发黄 好了,那么这个菜呢 就西芹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就这么做完了 好了,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